您慢点欢迎下次再来啊 好的 再见啊 再见 又好少太太您来了 今天是要烫还是要洗啊 洗洗就好了 您请这边坐 师父马上就过来啊 上茶 好嘞 快点啊 来了 凤春 呀 彩玲 这么巧 你在这儿做头发 怎么样 你们还好吗 还说呢 那么久都不上我们家 怕是把我们给忘了吧 怎么会呢 我们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我和东霖还常念叨你们呢 自从伯涛走了以后 家里冷清多了 好多朋友都疏远了 难道你还记得我们孤儿寡母 我们两家 是三代的交情 当然不一样了 老太太现在怎么样 托你的福 身子还算硬朗 这老太太也够坚强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 总算熬过来了 谁也没想到 伯涛会英年早逝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艾梅和崇伟现在忙什么呢 崇伟啊 马上就要到面粉厂 去当副总了 艾梅呢 我想让她重考大学 这么说 这老太太有意让崇伟接班了 这可是好事啊 恭喜你啊 总算熬出头了 还得等大房退下来呢 甭急啊 这是早晚的事 我倒是觉得 艾梅没必要上大学 一个女孩子 最重要的是找个好老公 那是最重要的了 这也得靠缘分吧 对了 你们家一鹏呢 大学快毕业了吧 你忘了 一鹏和崇伟是同年 今年大学毕业 现在在自家公司上班 有女朋友了吗 这个孩子啊 自命不凡 不足女孩又看不上 所以到现在 还是独身一人 眼光别太高 小心将来 娶不到老婆 那你说这家庭背景 怎么也得一样吧 要不然怎么能 叫门单户对呢 那你看我们家艾梅 够不够跟 什么话 咱们两家是世交 要是能结为亲家 那是再好不过了 再说这艾梅 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枝根枝底儿 打着灯了也找不着 那是你不嫌弃 也不知道我们家一鹏 有没有这个福分 玛玉 你吓死我了 一整天都不见你们的名 跑哪儿去了 我 我刚和同学去喝咖啡了 什么样的同学啊 哎呀不就是女中的同学 得逼吗 不是我说你 一个女孩子家 妈妈 你刚去烫头发了 别动了 刚烫的 哦 哎呀好看着呢 刚烫的头发可漂亮了 像贵妇一样 你少给我灌蜜汤 我才不吃你这一套 你给我听着 啊 哦 那好吧 开始 开始什么 说教啊 你不是要开始说教了吗 洗耳工听 女孩子家 成天跑得不见人影 只懂得吃喝玩乐 你将来还要不要嫁人呢 妈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说女孩子就非被关在家里啊 早知道你这种思想 当初啊 就不该送我去念书 干脆啊 就让我做一个 没有见过世面的香巴老德了 这样啊 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你还有理了你 我说一句你顶十句 你看看那个臭丫头 一闭了夜就到工厂去上班 老太太对她的态度 都渐渐不一样了 你没发现吗 妈 她的事 我才难得管呢 反正不管怎样 也改变不了 她是扫把心的事实 好了 现在妈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续念书考大学 一个就是嫁人 嫁人 我又没有男朋友 你让我嫁给谁啊 妈已经帮你物色好了 谁啊 邵家那个儿子 邵姨鹏 他是最适当的人选 少姨鹏 少姨鹏 该不会是那个小时候 挂着两条鼻涕的小男生吧 是更细皮笑脸的 妈跟你说正经的呢 妈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 我觉得那个少姨鹏 没有感觉到 而且我现在还年轻 我才不想那么早结婚呢 那好 你就给我念书考大学 我都已经毕业大半年了 老师教的全都忘光了 你让我考什么 那简单 我替你请个家教 好好伺候你 成品家教先生一名 资历要求 大学程度 联络地址 霞飞路三百一十六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